爹的《非诚勿扰》 这老算盘把河滩地拿走了 那王彩凤的钱就得赶紧送回去 这王彩凤的钱要是不还 那就是来我家商调了 朝着回来 有陆子 Espero 没有法评仇 德国师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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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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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零一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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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零一 你知道干啥 家里这老婆娘管钱管得紧 这一百块钱是棱花 花 花 好你个家贼你 你收拾你 哎呀 哎呀 是吧 花啊 这两万块钱是王彩芬让我给他承包核摊地的钱呀 现在核摊地让老蒜看给承包走了 我要是不把这两万块钱给他送回去 他就要来咱家上吊了 不是 你冷静啊 冷静 不再阻止钱香香与顾钱来往 立字为句 就那么一张破纸盘 你就能保证他爱你一辈子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我不信他老蒜吧还能反悔 哎呀 可怜咱们家那河滩地了 以后我就得守着咱们家的农家乐过了 对了 他们说补给咱们那钱什么时候到账啊 那河滩地跟农家乐是一块的 一块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河滩地和农家乐 一块都归他们老姑家了 谁那是同意的 妈 那是村里的规定 狗屑规定 我看这个村主让他是活腻来了 我找他算账去 妈 咱不能去闹 妈 咱在村里咋做人呢 大傻瓜 你个大傻瓜 这两个老东西都把你败了 你还给人数钱呢 那清好多那一天你不也在呢 我大自幼不是一个 那是我自己愿意签的 当时你又没说你不愿意 你愿意 我还不愿意呢 这老娘们下手还挺狠啊 零花钱少了点 花儿 我告诉你 你要不是同情打里边钱给我 那挨打的就是你 是让着你 你来啦 咋又拿着改面帐 我改面条呢 这脸是怎么回事 这不都还是因为你娘俩的事 是吗 是吗 那行 那进来说吧 请 把门关上 妈 妈 妈 别打脸 这事就不认主任 要他可以别打脸回去不好交代 你们两个老王八蛋 惦记完我们的和谈券 又惦记我们的龙家乐 我打算了 妈 妈 妈 不是钱合同的时候你也在吗 那钱的是和谈券不是龙家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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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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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老孙派 你俩就是两只狗 我就一块肉 我给了这个那个就得咬我 还敢说 是够个大人 还是够不认 主任 这是来我们家干啥了 来干啥 我来给你们送钱的 再来 送钱 你怎么早说 金花 切 来 快坐 人家是天天吃着擀面杖擀的面 我是天天吃着擀面的擀面杖 你看这主任还会说绕口令呢 我还会 八百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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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这次送的是啥钱 这是你寄存在我那儿的两万块钱 和谈地没了 再说我也不能拿你们姑娘寡母的钱 老算盘答应我的那几十万呢 几十万 不是说好你拿股份叠了 一分钱都没有了 有股份 有股份 股份好啊 好啊 你们两个老东西合起伙来算计我 行不行 妈 妈 你们家干什么事 你给我站住 妈 我告诉你老不死的 你回去给我告诉那个老不死的 我跟你们俩没完 妈 别生气了 人家好歹也是送钱的 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送什么钱呀 坏事都做尽了又来当好人了 以为我是傻子呀 我好糊涼啊 这咋还有五块钱 拿过来 正好当路费 当啥路费啊 我找另外一个老东西算账了 妈 妈 妈 姐儿啊 河滩地的事 就算了了 往后养殖场的事情啊 你得有点男人样 不要让那个钱侠侠 直手画脚的 记住了 他就是个大工蛋 知道了 爹 工钱的事情啊 你就商量这呗 毕竟他为咱家呀 也做了不少事情 别太亏着他 老板 外面有人闹自杀呢 咋回事呢 老蒜盘 你跟我出来 老蒜盘 我叫你出来 你听见没有 如果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把这瓶农药喝下去 我肯定就死了 如果我要是死了 你这酒店也别想开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行 我告诉你老蒜盘 我数三项 我数到第三项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就真的把这瓶农药喝下去了 一 二 来了 三 什么情况 什么事情 老蒜盘 老蒜盘 你都不要脸呢 你跟主任何结婚来骗我们的何谈见和东家座 到现在你一分间都不估给我们 你说你要不要脸 神儿神儿神儿 神儿 神儿 这合同的事不是已经了了吗 你说你这是秤里出了事 要不您先放下 神儿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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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瞎我们想想对你的一片酷心 老蒜盘 我们娘俩辛辛苦苦经营的农家俩 现在就变成女们的财产了 你拿钱了 马财富 你要敢在那门旧楼寻寺 我就敢把你做成包子给卖了 你再舍一遍 老蒜团讲话板上钉顶 哎呀老弟 小姐姐 慢点慢点慢点 老妹妹 老妹妹 这老妹妹啊 你听老哥说 有什么话根本在保上你说 你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你是不是啥事都答应我 答应你 你发誓 那我进去 赶紧进去 那我等一会儿再死 喜哲 随时停个雕欠 请坐 我告诉你老蒜团 别跟我耍花样 今天这事要是办不完 我是不会走的 请等一下 回来 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回来 爹跟我耍花火 不敢 爹 情况怎么了 你们两个进去听了把他稳住 哎呀 爹 我们俩怎么能稳得住啊 你去稳得住也得稳 只要他不出包县闹事就成 相信你们 那就准备一下 爹 老蒜吗 你给我出来 好 大哥 你跟婶熟 要不你先进去看看吧 行 好 来 去去去 行 行 这刚才是真的急了 这咋办 可是天上咋缓着 你得进去缓着啊 进去 我不进去 你进去吧 估计这鬼他不会再扔了 是 哥 你再进去看看 不行 快点快点 去去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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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连这棒子都已经扔出来了 他就是要命了 那咱们怎么办啊 是啊咋办呀 我告诉你老蒜盘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把你酒楼给你砸了 要不然你去试试 我 你是大学生吗 你想想办法呀 对 我想想办法 前面 沟通 我们得沟通 我们得跟他沟通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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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就沟通 走 走 你先去跟我 你在前面吧 婶儿 你爹呢 进来 沟儿 你别着急 我爹一会儿就来 他让我们俩先跟您谈谈 请把你爹叫来 快点 快点 有话好好说 过来 婶儿 过来 不打你 来 你把我帮你给我 不打你 来 够 是 是 你是 你爸 你是大手 你爸 你爸 爹 爹 情况咋来了 好像打起来了 爹 你得小心啊 不是 你站我身后 你画好说婶 你画好 婶 婶 婶 你要打你打我别打我爹 我告诉你 小兔崽子 一会儿你们也打我一块打 走 到底怎么办 有 有话好好说 能坐下来聊你呢 好不好 行 毛问题 丑凳子 钱泥舍 坐下来 有话好好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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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好吗 好 来 坐下 坐下 走 说吧 这事咋办 好吧 平等 平等谈判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位人多了 你们俩出去 把这棍也拿出去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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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咋办 我告诉你老三盘 今天你要是不把事情给我办了 我今天就死在你的酒楼 你信不信 不是你一个人狭死 我狭死也很长时间了 好 酒楼不静气 随时都欠着霞党们的钱 儿女们也不折气 活着有什么意思 真好 咱俩一块 一块 为啥一块啊 你儿女都那么懂事 你这酒楼生意又这么好 你凭什么死 你凭什么死 你吓唬谁呢 高处不生寒啊 孤独人自治 前把业给了 干什么 万事不能求人啊 我早已备好了 此药 叫一文就到 老妹妹 感谢你 你把这杯干了一起上路 别别别 你那个什么 你放下 你先放下 你先放下 你这是干什么 啊 你要这么 不明不白死了 那我可说不清楚啊 也是 那我们俩要是死在一起 那真死不明不白啊 老妹妹 老哥就嫌走一步了 妈 妈 死人了 死人了 有事 爹 早 爹 你病人了 你病人了 爹 爹 你治病人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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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病人 apply 爹 爹 你没死啊 爹 爹 你咋没死呢 姑且 赶紧到门口 看看老婆夫确实揍了奴友 赶紧 爹 你演得太好了 啥 死了 没有 我不知道他现在死没死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我想喝 谁知道他喝 你可真行啊 又是一个核贪地的事 你就把人给生生的逼死了 我没逼他 是他自己想喝的 我就觉得他脚挺小的 我想吓唬吓唬他 本来是我想喝的 谁知道他准备好农药他喝了 闺女 闺女 那公安局会不会抓我呀 行了 这回你算是闯了大祸了 知道吗 等着顾钱回来咋收拾咱俩吧 这回顾叔要是死了 整包我都给判你行 老三妈 你可千万别死 呸呸呸 老三妈 你大富大贵千万别死 千万别死 你这回知道后悔了 快去快坐这儿快快快 我根本就没逼的 知道了别哭了 行吗 我吓死了 行了别哭了 你说你再有个啥好胆的 我以后再也不吓我呢 今天这一仗 算是没熟 得让他们觉着欠咱们的 爹 那我咋说呀 就说 我抢救过来了 可能还有后遗症 咋地也得把这两个 给震着去嘴笨 我 我不会说 不会说就不说 你爹容易吗 今天费多大的功夫 给他演这一出啊 我都差点老雪爽了 那你不是让我不说实话吗 这是嘴笨吗 大哥 你听我的 你回去呢 就这张脸怎么臭怎么摆 你看见他们 就表现出一副 不理他们的样子 这样他们就 就会愧疚了 还补充得很全面 臭 不理 我狠 我狠 臭 不能说实话 不能说实话 我撒谎 我撒谎 稍稍 你想知 慢慢来 你终了 那你aci 就眼睛 你终了 我回来了 小小回来了 顾浅 咋样啊 顾浅 你爹咋样啊 爹说了不能乱说话 快去问他 顾浅 渴了吧 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你给咱说说 到底咋回事啊 我说咋呀 你一喝农药 把你喝哑巴了是咋的啊 你放手 你能不能说句话了 是死是活你都说啊 那假农药它能喝死人吗 啥意思 假农药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瓶太大了 那是家的农药 编 再编 我没编 想想想你真是使劲往里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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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喝了那么多 继续编 真没编 妈 咱家赶没账了吗 那给你醒了去 事事事事 你可千万别动我 你说你干啥呀 你准备从城里打到乡下来呀 那你能不能出去实话 你能 能 说 就是家的 嘘 说 我说 说 说还不行吗 呦 忙着呢 这新进的货呀 我说你这个股东 只会动嘴不会动手 分红的时候少给你一个百分点 没关系 我愿意 我说你别不理我呀 跟我说说话呀 我哪有你清闲啊 我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全家可是全军参战呢 这话我听不出来了 是有意见了 那行 从现在开始 我在这儿酒庄打工了 放下放下 可不敢这么做 您可是富二代 哪用得起啊 我怎么听着这话句句带刺的 杨洁 你说咱俩都这关系了 就别总闹了 厚子 其实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什么话 我们两个不合适 我不是你想要找的那种女孩 也不是你爹所期望的那种成立女孩 我喜欢钱 我喜欢过有钱人的生活 你满足不了我你明白吗 我们现在保持这种朋友关系 合作关系不好吗 不好 我认为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不是夫妻就是仇人 当朋友没戏 那就情思变吧 你玩真的 你玩真的 你看着我 那行 那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 听什么 想想啊 你就原谅我吧 那都是我爹的主意 又不是我的主意 那你知不知道 差点没把我妈吓死啊 你说你们怎么出这么损的主意啊 我告诉你啊 你毛巾不干 你不得进来 行 蹲不住了 蹲不住也得蹲着 妈 你说那合同的事咱不闹了行不行 行啊 怎么不行啊 真的不闹 不闹了 吓死我了 这差点没闹出人命呢 就是啊 那 我问你说外面那个呢 外面来的呀 哎呀 妈 顾潜 哎呀 友莺怎么还让她在那站着 你让她进来吧 那那车当她干什么呀 可是你让她进来的啊 顾潜 赶快进来了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摆张臭脸了 快进来吧 火热热快点 快点 快点 婶儿啊 对不起啊 哎呀呀 醒了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 行 喝点水吧 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 行行行 快走快走快走 这事坏了吧 可不是 晓晓坐不住啊 晓晓你说我这是不是喝了水 谁能从屁股上露出去啊 那也活该 这罚是你替你接受的 哎呀 吃 你说你们爷俩也真是 咋能享受这么损的招呢 你干把我和我妈整呢 哎呀 那给你揉我 哪儿啊 后边 像这儿 江江啊 你说我这好不愿意当个经理了 是不 这咋地位还不如以前呢 还要啥地位呢 咋不要地位呢 我呀 做梦都想当个大老板 现在 我好不愿意当个大老板了 是吧 你看看我现在这地位 哎 咱就说咱下面那些工人吧 哪一个能看得上我 哪一个觉得我是老板啊 也是啊 你说你都当上经理了 想要地位高一点也没错 哎呀 这农家乐反正也不是兴钱的了 这样吧 我也省点心 省着替你们老顾家操心 你过来 顾琴 这个是账本 是咱们农家乐的账本 这上面记得最多的 就是你爹欠咱们的钱 这本 上面记得全都是一些饲料啊 技术员的电话 记清楚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本 全都是一些 咱们老客户的联系电话号码 以后呢 经常给人打打电话 联系联系 时间长了不联系 人家都到别人家去买东西了 哦 行了 我 工作也都交代来了 请坐吧 想想啊 就这样的话 我也是大老板呗 对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是咱们农家乐的顾老板了 以后呢 我什么都不管了 全都听你的 哎呀 哈哈 好 好啊 我现在开始 就是农家乐的大老板了 哈哈哈哈 今天啊 把大家都叫过来就是开个小会 这个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养殖场的交接的事儿 从今天开始 由顾钱担任咱们养殖场的老板 我钱香香呢 就跟大家伙一样 在养殖场就是一名普通的员工了 现在咱们大家伙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顾老板讲话 那我这以后就是顾老板了 人医的 人医的 那个 哎 以后这个养殖场啊 我就是老板了 啊 哎 你们先叫一声顾老板 我听听 顾老板 那个大点声 热情一点 顾老板 哎 这还像个样嘛 我跟你们讲啊 哎 以后啊 谁干得好干得多 我就给谁发两斤 多干活去吧 啊 谢谢我啊 老板 请进 这当老板的感觉确实不错啊 好 好 老板 那你看 现在 我能做点什么呢 你得指示一下啊 这个你能做点什么 你想干嘛你就干嘛去呗 你放心啊 你放心啊 这工钱我是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 这不好 你看 我总不能白拿你工钱吧 哎 我有个建议你听一下吧 说吧 我比较擅长养鸡 要不我去养鸡 养鸡啊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是 好好干啊 别偷懒啊 去吧 来个苹果 好 喝酒 你也太酸人了 浩子 香香姐 你怎么在这儿呢 姐现在不是打工仔了吗 你哥让我出来买资料 你咋啦 被你爹撵出来了 没事 你看人家家和张强甜甜蜜蜜的 都打算结婚了 我呢 孤苦伶仃的 想找个说话人都没有 哎 那上次那个成林女妈呢 都向人表白好几次了 都理我 后子 不是姐说你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的 咋在这事儿上还犯魂了呢 哎 要想让人的女妈能答应你 必须把自己弄残点 残点 这大白天那咋弄残啊 这事儿就不给我管了吧 自己慢慢想啊 嗯 我还去买资料呢 你慢慢想 那姐再见啊 来 残点儿 怎么能残点儿呢 残点儿 怎么能残点儿呢 后子 钱是给你了 人得给我带回来 放心吧 一定马到成功 嗯 谢谢爹 爹 还有一件事儿得求你 说 您给我派两个力气大的厨子呗 厨子 啊 干什么 求婚哟 好 老板老板 快 跟我去那儿看看 怎么了 快去那儿看看 快 快去看看 这在那儿 杨洁 我喜欢你 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本来要在雨中向你求婚 可是没有雨 我就给你制造一出雨 我要让你明白 你嫁给我 要风 我就给你风 要雨 我就给你雨 要太阳 要星星 我后子就是舍了命 你要给你摘下来 他是不是疯了 你看见了吗 我永远爱你 你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全部 为了你 我愿意付出一切 杨洁 嫁给我吧 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请你到我的肩膀上 靠一靠吧 来 滓 太阳了 我就不过你了 这次 就听我说了 我 你是啥子呀 将会理会自己的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心疼自己呢 我爱你 嫁给我吧 是钻戒 还是地摊货啊 这 这是钻戒 我哪敢买地摊货呀 那给我看看 给你 哪有放手霜看的 结果真闹 怎么真闹 算你小子还有眼光 这么说 你答应嫁给我了 不要不肯 你买这钻戒 不就亏大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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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子有媳妇了 太好了 现在何丹地和这个农家乐 是我来接手的 你要啥你跟我说啊 我记一下 草鱼 石条 鲜鱼 鲜鱼 这个鲜鱼的鲜字咋写啊 啥 让我查字典 我这上哪找字典去 这样吧 你吃黑鱼 这个黑鱼的黑字我会写 这个 喂 喂 这 傻狗屁鲜鱼 老板 给您看这个月的账本 过来 这个词念啥呀 别 别 就是王八的意思 这个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都念啥呀 老板 这我是养鱼的 也不是教书先生 谁让你教书了 我不就几个字我不认识吗 行 走吧 我就不相信我自己还弄不明白 好快 走 那 到 去